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Highlight最近开通了会员功能 一些特别类型的影片会放在里面 内容相较于日常的人物和赛事分析 会进一步深入专业和客观 每月固定出片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福利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加入 您的支持是Highlight进步的强动力 如果要评选新赛季至今让人惊喜的球队 勇士大概率是其中之一 倒不是因为勇士以弱队配置打出了强队风范 而是因为不少球迷之前都认为Paul作为新元 融入勇士体系不会太顺利 然而Paul自从改打替补 和整治勇士可以说无缝衔接 因此勇士那本来并不靠谱的第二阵容 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前我们也专门出过一期影片肯定Paul的贡献 战绩方面 他们在揭幕战输给太阳后 就迎来了一波五连胜 一度排在西区投名 意外不敌骑士后 他们又能立刻找回状态 在底特律痛击了活塞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勇士开季前九场比赛 有足足七场是客场作战 这就更加不易了 Curry Paul发挥出色 Clay也在初期的低迷后逐渐找回了自己 还贡献了0.2秒准绝杀 只是在勇士重将之中 有一个人的状态却显得和整支球队都格格不入 那就是Wiggins 之前很多人笑称Wiggins为养生慢八 人类18分精华 但开季以来 Wiggins场均值得到10.8分 不仅离18分相差甚远 甚至差一点就无法上双了 比数据下滑更可怕的 是他在场上的状态 攻不进防不住 赛场积极性近乎于零 于是科尔近来 频繁在关键时刻摆上小Payton 弃用Wiggins 那么新赛季Wiggins究竟是怎样伤害着球队的 他又为何始终状态低迷呢 目前来看他还有奋起的可能吗 勇士还需要他吗 今天让我们聊聊赛季出状态糟糕的Wiggins 11月9日 客场不敌金块后 Wiggins的新赛季数据是这样的 9场比赛全部首发登场 在场卷25.7分钟内 只得到10.8分 3.6篮板 0.7助攻 0.11超节 0.44封盖 三项命中率为40.0 15.0 和56.3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出战时间 五项基础数据和三项命中率 全都是生涯最低值 而且这9场比赛中 他足有三场的单场得分不过时 总三分球投射情况 更是令人发指的20中三 他个人的胜利贡献值WS 生涯首次跌到了负数为-0.2 作为对比 Pool本赛季的WS值都有-0.1 甚至略高Wiggins一筹 同时 Wiggins本赛季的真实正负值BPM 也下滑到了-9.7 这个可怕的数字 这个数字离谱程度在于 自从18到19赛季之后 Wiggins的BPM 从未低于过-1 个人数据差 其实也没关系 只要能带动起队友 问题就不大 比如Pool连续投丢 无数次三分 但仍能把第二阵容的进攻 梳理得紧紧有条 但遗憾的是 截至11月9日 Wiggins的总正负值负的42 是勇士队内所有球员中最低的 反观Pool则是正58 队内第一 二者的差距非常大 开赛至今 Wiggins上场时 勇士每百回合进负8.6分 但他不在场时 勇士每百回合反倒能竞胜19.4分 我们来看看Wiggins的花式低光时刻 这个球 他借掩护兜出 Jack Curry的传球面对空位三分出手 偏出 这个球 Luni篮下措施机会后 Wiggins本已后发先制 趁Vallon不注意有了补篮机会 但终究没能补进 再看这个球 已经点起了MPJ 且约老师在篮下一位出来补防二位伸手干扰的情况下 对往常的Wiggins来说 这样的抛头应该是手拿把掐的 但他偏偏还是打铁了 还有这个球 Sherich的运球突破已经调动起了金块的防线 他们在轮转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Raget Jackson既不敢放空Wiggins 也不敢完全扑过来 从而漏掉了Klay 此时Wiggins完全是空位 他无论是自己投还是传给Klay 都不算太糟糕的决定 他选择了自己出手 但偏偏还是没劲 不止运动战 Wiggins在罚球线上也曾表演过两罚不中 事实上 他开季前9场比赛 有4场比赛单场罚丢的球在两个级以上 正因如此 他的罚球命中率才会跌破6成 看完了打铁再来看失误 这个球啊 他突至内线面对胖虎这种蹲位的球员 仍然选择硬上 被后者轻松切球造成失误 醍醐因此打起了快速反击 至于这一次 则是在被夹击后出现了穿球失误 Wiggins在勇士阵中的地位 是Klay被围堵时的弱侧突破手 他置于第一阵容 恰似Kuminga置于第二阵容 但正是由于Wiggins的状态始终不佳 所以勇士的对手在制定防守策略时 时常肆无忌惮包夹Klay 因为他们坚信Wiggins打不死人 事实上 他也确实没打死人 Wiggins糟糕的状态也影响到了防守端 有时甚至连手都懒得深 数据上看 他场均破坏球权仅0.9次 远不如上赛季的2.3次 0至6英尺护框数为4.6次 也不如上赛季的4.7次 同时在这个位置 上赛季队位人面对他的命中率会下降2.5个百分点 本赛季队位人面对他的命中率反倒增加了5.7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 新赛季小Payton的这些数据 其实都是好过Wiggins的 总结起来 不仅是个人数据有了全面的下滑 创造了生涯新低 Wiggins在攻防两端的积极性都不够高 侵略性大幅下降 对待比赛的态度非常差 相较而言 小Payton新赛季的防守水准完全不亚于Wiggins 甚至游有过之 相比Wiggins在场时的茫然 小Payton则总是在做正确的事 此前的影片终究提到过 Paul带第二阵容打的时候 空切的人并非身体素质一般的Sheridge 而是积极的小Payton 正因如此 如影片一开始说到的 科尔越发喜欢在最后时刻派上小Payton 而非Wiggins 揭幕战队太阳 科尔在莫杰胜4分41秒时 摆出了浪花兄弟加小Payton 加Kuminga加Looney的收尾阵容 80秒后 又是场上情况撤下了小Payton 拿上了Paul 对火箭莫杰胜2分07秒时 Wiggins出现进攻犯规 科尔立刻将他换下 摆出浪花兄弟加Paul的三后卫阵容 搭配Green和Looney双内线 求稳保胜利 主场战国王 就是Klay准绝杀那一场 科尔同样在莫杰胜4分半 摆出三后卫加双内线 在空间战赌严重的情况下 他换下Looney 却并未换上Wiggins 而是上小Payton 对雷霆的季中冠军赛最后4分钟 对活塞的例行赛最后2分钟 科尔又连续在决胜阶段 派上三后卫加小Payton加Green 这简直成为了 科尔新赛季最看重的5小阵容 那么科尔决胜阶段 用过Wiggins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科场队骑士的比赛 科尔最后5分09秒 排出三后卫加Wiggins加Green 对金块的比赛 Green和小Payton双双缺阵 科尔将上述5人组中的Green 换成了Looney 但这两场比赛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勇士都输球了 如此看来 小Payton堪称勇士 目前极战力最强的 封线球员 在关键时刻DNP Wiggins反倒成为了 勇士获胜的关键 这实在令Wiggins的球迷很难接受 新赛季开幕已有半个月了 Wiggins始终无法调回 正常形态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首先一点是缺练 准确的说是缺了休赛期的练习 而这又不能完全怪Wiggins 作为对比 我们知道约老师在这个休赛期 是比较放松的 Malone教练表示 他和自己的马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 Merry更是在媒体日直言 自己的好搭档 根本没碰球 但从约老师新赛季的出色表现来看 他休赛期未必没有碰球 至少体能等相关训练 肯定是不会少的 但Wiggins就不一样了 他休赛期是真的没练球 上赛季季后赛 Wiggins受伤 休赛期一直在养伤 甚至因此缺席了南篮世界杯 因为伤病而缺少练球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反应在赛场上 他不仅得分能力下降 就连篮板也不太抢得动了 场均3.6篮板生涯新低 和上赛季5.0篮板的表现相差甚远 同时这还影响到了他的体能 之前的Wiggins被调侃为养生慢八 常常一场比赛打下来 气不涌出 面不耕涩 汗都不怎么出 新赛季他却常在第一节就弯腰伏袭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明显感觉也非常累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 他上赛季例行赛的缺阵情况 Wiggins上赛季例行赛只打了37场 赛季中后期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仓促回归之后 我们会发现 他的身材瘦了一圈 跑动能力也有下降 身体素质打不如前了 甚至直到如今 我们都未能准确知晓 他那段时间缺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一直有消息称 他是为了陪伴生病的父亲 可他却始终没有确认这一事实 除了缺练这一客观事实之外 Wiggins的心态似乎也出了问题 在场上的精气神严重不足 此前的影片中也谈过 Wiggins出身富人家庭 不拼命打球也不会饿死 是一名常会缺失斗志的球员 需要球队一直进行鼓励 因此灰狼时期 他将比赛视作打卡上班 出攻不出力的情况常有发生 直到加盟勇士后 他的心态才发生改变 斗志也被激发 如今 勇士为了加速Paul的融入 和Kuminka的成长 会将更多的关注度放在这二人身上 对Wiggins难免会有所放松 Iguadala的退役其实也有影响 他一直将Wiggins视作自己的接班人 并手把手进行教导 如今Iguadala退役 Wiggins在状态低迷时 缺少了一位思想上的导师 再加上 2022年的夺冠会让Wiggins产生满足感 失去证明自己的动力 毕竟那一年季后赛 Wiggins在攻防两端全面爆发 相继锁住Donchage和Tatum 是勇士实质上的二当家 最后 还得提一下Wiggins 目前在勇士的战术地位 Paul加盟后 球队多了一个稳定的持球点 Kominga的成长也会分走一部分球权 再加上小Payton在防守端的稳定输出 Wiggins的场均出战时间 因此大减为生涯新低的25.7分钟 尤其是决胜时刻 科尔之所以更信赖小Payton 既有球员状态的考量 也有战略战术的考量 当Green和Paul同时在场时 场上不止一个靠谱的持球人 Wiggins的持球突破并不是必需品 反倒是小Payton的3D属性更为重要 这就是Wiggins的现状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勇士可以放弃他 将他摆上货架寻求交易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Wiggins在2022年夺冠后 降薪续约 合同为4年1.09亿美元 当时还得到了一片称赞声 他目前的状态 当然对不起这份合同 但他哪怕能打出上赛季的状态 其实都算是超值的 勇士目前的战绩确实不差 但核心铁三角再加Paul一个比一个老 很难说他们在赛季中后期 会不会出现伤病情况 此时就需要年富力强的Wiggins 扛起球队 前不久关于Paul那期影片中 其实也简单聊过勇士的一些问题 比如Clay的状态起伏啊 爆下Curry后全队会茫然无措啊等等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Kuminga Kuminga目前是球队的第三号得分手 但投篮命中率比起上赛季掉了10个百分点 三分命中率更是下降了15个百分点 效率大幅降低 尤其是三分 Kuminga在被大量放空的情况下 只投出22.2%的命中率 这实在不可原谅啊 具体说来 他的控运和球感较差 背转身不够流畅 总是靠身体打球 如果这些不能在例行赛以赛带练得到改善 到季后赛给他试错的空间会小很多 就比如输金块一战 很多球迷指出最后时刻应该拿Kuminga替换Wiggins 起到保护篮板 维持防守强度和侵略性的作用 但事实是 以Kuminga的防守缺陷 科尔根本不可能赌这一点 就比如莫杰完全撤下第二阵容前 Kuminga刚刚漏掉了一个底角三分 让金块反超比分 因此和Curry一样 Wiggins也决定着球队的上限 此前说过很多次 勇士拿Poo换来Pow 就是打算利用Curry的巅峰做最后一五 如果勇士想夺冠 Wiggins就必须找回2022年那种攻防一体的状态 否则进入季后赛 勇士的封线根本没人对得上 诸如LeBron KD Leonard Tatum这样的巨星 科尔应该是看出了上述问题 于是一直积极帮助着Wiggins 比赛开场时 还经常会布置一些和Wiggins有关的战术 11月10日接受采访时 科尔还表示 Wiggins会打出表现的 他会没事的 他总结认为 球员如果在赛季初期表现不佳 问题往往会被友谊放大 从而让球员陷入挣扎 因为刚开赛 大家的注意力都会很集中 如果Wiggins这样的表现发生在2月 发生在球队战绩稳定时 发生在球员因疲劳而出现正常的状态起伏时 就根本不算什么大事了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 那就是 虽然Wiggins表现糟糕 但他的打法却比较合理 从前面放过的录像镜头来看 Wiggins或许争胜欲望不足 但没有出现怒气上涌的情况 反应在比赛中就是几乎没有上投的情况 大多数投篮都是合理的 甚至是完全的空位 他的问题只是机会出来了 却投不进 以及体能问题 这也和前面提到的缺练吻合 不得不说 他上赛季季后赛的肋骨伤势 确实令人揪心 毕竟肋骨骨折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有氧和耐力训练 他的体能出现缺损 和肋骨的伤病也是分不开的 很多人急于求成 已经在抨击Wiggins不配首发之位 事实上 如果他的状态始终得不到调整 命中率始终如此低下 那确实该被撤下打替补 但正如科尔所说 勇士全队都相信Wiggins能找回状态 因此 请给予Wiggins足够的耐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